2021年娱乐圈大瓜不断 最后一个月又有一位明星口碑崩塌 该明星是天王级歌手王力宏 事情起因是王力宏前妻李静磊发长文控诉自己跟王力宏八年婚姻期间的遭遇 不仅受到对方家人的语言羞辱 还遭遇冷暴力 婚姻存续期间一直被催生 几乎就是在被孕 生孩子 照顾孩子中度过 在这期间还要忍受王力宏数次出轨 王力宏口碑崩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被曝婚内出轨了 网友根据李静磊的描述 猜测王力宏婚内出轨对象疑似有BY2组合的妹妹跟徐若轩 不过BY2徐若轩第一时间就辟谣否认网友的猜测 不管王力宏出轨对象是谁 他原先阳光高大的优质偶像想象算是绷得稀碎 前两天才官宣跟王力宏合作的品牌方连夜跟他撇清关系 这怕是娱乐圈代言时间最短的艺人了 王力宏形象受损后 相信还会有品牌方跟王力宏终止合作 这知识开始 除了被品牌方解约 有些圈内艺人也走在吃瓜第一线 大家发现周杰伦半夜吃瓜第一时间取关了王力宏 周杰伦ins已经搜不到王力宏了 但是王力宏目前还没有取关周杰伦 两人都是娱乐圈天王级歌手 彼此间也有交情 还在社交平台互动过 如今王力宏出现负面新闻 周杰伦迅速跟对方贴清关系 同时还发了一条动态 是周杰伦自己帅气出镜的短视频 网友称周杰伦太直接了 敢于跟诗得艺人第一时间划清界线 同时也不影响自己日常分享 周杰伦一向很敢说 王力宏没有结婚前有不少绯闻女友 其中一位就是天后级歌手张慧妹 两人曾被拍到街头拥抱 在王力宏跟张慧妹绯闻传的沸沸扬扬时 张慧妹去周杰伦演唱会当嘉宾 周杰伦当众调侃王力宏站在哪边 圈内人大概比网友知道的更多吧 周杰伦个性也是超直接了 李静磊勇于说出自己婚内遭遇的种种不公 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争取利益 更多是警醒跟他一样的女性 让大家非常敬佩 相信李静磊恢复单身后会有更璀璨的人生 然后 quando会有个事 结束不吝的 各位同学到 zaman反复了 我们未经许可